昨天我也說過 我們其實在前年 在行政作為上面 雖然還沒商人 但我們願意檢視 而且也請林華副市長來督導 在整個過程當中 如果要檢討的話 我們都願意提出經濟的方案 讓機制更完備 另外在適用法規上面 確實有比較模糊不夠明確的地方 我們也會提具體的建議 希望中央包含衛福部NCC監察院 大家可以共同好好的討論 擬定一個非常明確的規範原則 以及標準 包括我已經講過 大概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 也就是二少全法第69條 我們一定是保護受害者 以及避免二次傷害 那是否可以公佈 在這個更明確的原則規範上面 我們很希望中央能夠來修法 另外對於機構隱匿不報 我想除了現在的相關法則 我們認為一定要再提高 至少六十萬以上 同時對於重大的案件 我們認為引力不報 甚至應該要有刑法的責任 第三個我們認為 包括兒章權法 幼教法 以及包括現在 其實有相關草案的討論 在立法院的 就是兒童托育服務法 這三個法未來希望能夠一致 對於是否公佈機構 以及行為人的名稱 能夠有一個專區 明確的標準來公佈 所以這三個具體修法建議 我們也都會提供給中央 我要付出 2個法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